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ETF发布新报告 美国枪支市场正持续扩大 不止每年的枪支制造量从2000年的390万支 增长到2020年的1130万支 且ETF官员表示 由于美国生产的枪支出口到海外的比例并不高 因此这些数字可以更准确地反映美国国内的枪支市场 数据还显示 用枪者对于枪械的消费需求发生了急剧变化 不止从2009年开始 用于个人保护的格洛克式半自动手枪 销量便超越了用于打猎的步枪 且一般手枪的产量也从每年的300万支飙升到550万支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的枪支进口数量也在急剧上升 ETF分析 与10年前美国每年都会进口约200万支的数字相比 2020年的美国枪支进口数量已经达到400多万支 足足增加超过一倍 东森新闻团队 卢山西报道